9月19日 安德拉贝比主演新剧 历经五个月 在海拔4100多米的藏区 里堂高地正式杀青 杀青剧照中 贝比一个山峰 低头享受着平静之地 还与安健导演 剧组人员依依合影 可以看得出来 她对拉蓝角色 和整个剧组的不舍之情 该剧组为辣妈 安德拉贝比的 第一部现代时装剧作品 自开拍以来 便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近117天的拍摄 从北京到四川 甘死藏族自治州 李唐县 安德拉贝比跟随着创业剧组 横跨了2400多公里 全身性投入分析师 纳兰的IT江湖创业之旅 剧中安德拉贝比 饰演的女主角纳兰 既是自信优雅 精明能干的投行精英 又是眼中带泪 突然坐地 深情漠漠 惹人心疼的普通女性 在坚强和柔软之间切换角色 安德拉贝比回忆感慨到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一位优秀的职场女性角色 自己也在大蓝身上 受到了很多的启发 弹击未来的计划 贝比表示 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 让自己慢慢的静下来 找到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平衡 像一个普通家庭姻缘一样 体会生活的本质 体会戏剧的精华 多出时间陪伴儿子小海绵 也会在工作后 和朋友们坐下来聊聊天 另外可以在家 多看看剧本小说 用心挑选下一部好的作品 再变化万千的娱乐圈 找到自己的真心 随着戏份的杀青 也代表着产后 修正一段时间的 安卓拉贝比 将在2018年回归荧幕 重新启程 据悉 新铁将在2018年的 上半年播出 令人期待 八分宝综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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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